港台體壇一二三 最招香港及國際體壇 和你一起緊貼體壇盛事 港台體壇一二三 Hello…回到港台體壇一二三 直播室裡見到韻兒在這裡 還有就是雷洪德博士 Hello,雷博士,你好 你好,月韻兒 我們做節目了 你還在錄影手機,看你 是的,我真的在錄影手機 因為我知道接下來 下個星期有一些戶外活動 我很希望去參與 但是你知道 最近都是那些突然間 很大雨的情況會出現 我很擔心 所以我希望就是看天來做運動 除了看天做人之外 還要看天做運動 日大件事 看到天文台的九天天地預報 星期六日都有個太陽 有個雲,有些雨 但是我想下個星期一二的時候 戶外活動可能有點擔心 因為看到那兩行雨 好像流眼淚一樣 是的 星期二的時候 還要一、二、三、四 四行流眼淚 是呀 怎麼算了,雷博士 大家都要留意 現在我們的天氣繁盛 氣候暖化 氣候又變化 所以大家在戶外運動裡面 其實現在開始了 五月,其實四月已經很熱了 五、六、七、八 大家在戶外活動的那些 下水去玩一下那樣 都是很開心的、愉快的運動 但是如果你沒有留意天氣的話 萬一有什麼意外就不好了 這個時候你說到 譬如天氣的轉變 接下來都將會越來越熱 很多朋友就說 一看到熱天或者夏天來到的時候 就將自己藏起來 就算要玩這個運動項目 都在室內這樣 但我也見過一些朋友說 他們有玩戶外活動的時候 其實都不是太擔心的 只要你要做這個適當的配備就可以了 現在防曬的裝備都很好 就是我爬完一天動木 玩完一天帆船 那些人會說 為什麼你不黑 因為現在的長袖衣服 防曬衣服 防曬帽 防曬的手襪 都做得很好的 保護食物 但是就是這樣 適量的陽光 現在說適量 對於我們的強健 我們的骨骼系統 和中年以後的女士 對於預防骨質疏鬆來說 是真的有幫助的 因為你曬太陽的時候 就可以產生維他命D 沒錯 這就增加我們骨質細胞的密度 但是就要選擇時間來曬 就不是說 我不怕的 而且我要做多些維他命D 在補曬就不行了 你說一下 現在五、六、七月 就很多人開始游泉河了 突然間我想起 疫情前的有一年 那年應該大約是一六、一七年左右 那年的游泉河有很多意外 是 就是因為人們太開心 太開心 還有游泉河本身 都有一定的水上活動 就是安全的風險 所以都要留意天文台 還有去到一些不熟悉水性的 即是不熟悉水性的朋友 你去一些陌生的環境 如果你下水的話 千萬不要單獨立 一定要找一些朋友 還有在游泉河那些 記得要有人在做一些瞭望的工作 我看到有些船夫就很好的 船就全部下去了 是的 有些額外的水泡就綁在船旁邊 有什麼移動都可以第一時間做出支援或救援 對,因為這些月份都是水上活動的好季節 而且這些月份都是很多人出海去玩什麼 晚上去搓墨魚 是的 我記得這些月份 大家就會有時我們在群組 以前沒有群組就會打電話約 去不去一起搓墨魚 而海裡我覺得是深不可測的 很多一些意外 對,就會因此而發生 就像剛才雷博士所說 大家可能有些人不熟水性 就說我未必會下水 但是去到有些氣氛好 柴蛙蛙的時候 不要緊,有個好 是的,群魚,來吧 那麼舒服的水 沒理由不下來了 對,可能又吃飽了東西 你知道游船河 有很多一些蝦片、薯條 美食在這裡 吃得飽太下水也不是一件好的事 是健康的事 所以逢是從事任何一些活動都好 你熟性也好 不熟性也好 都是安全最重要的 沒錯,群魚 和你拍檔做 我們講談一、二、三 你精靈一點主持 健康,我運動 兩者其實我們都很多 所謂cost over的一些小的提示 很多活動可以推廣一下 當然,還有有時在我們工作範疇裡面 接觸很多不同的人 亦都在他們身上 帶到很多全方位其他一些 可能他們專業上的資訊 就正如剛才雷博士所說 除了我做健康節目 和體育節目之外 還做音樂節目 完全不想愛 說到音樂節目 今天體育也關於音樂事 到底這個Doremi Faso 如何能得住呢 我們進去運動社交圈 慢慢再跟大家說 運動社交圈 這個話題 Doremi Fas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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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聽 沒有走音 開聲 好 為什麼我跟阿韻儀會在社交圈裡面 用一些時間 大家聊一下 運動和音樂的關係呢 因為事源我現在就在教育大學工作 我們就在大學裡面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跟外國的不同的大學 不同的學者 科研人員 就聊一下 剛好呢 昨天呢 我們就跟芬蘭的大學那邊的學者 就有些的聊天 對話就合作 就是講一下體育和運動 兩者和音樂 音樂和體育 不是 不是體育和體育 我太興奮了 兩者有些什麼的合作的空間 譬如在學校課堂裡面 如果融入了 加了一些音樂進去 比如踢足球 是不是可以加一些音樂呢 打排球 現在旅排聯賽香港在紅館 都有去派對 令到一些人對於參與度 對於運動的興趣 對於持續的參與度 享受的程度 音樂真的能幫助運動 是的 我自己比較黎民的去測試 就是我都會去跑步 在跑步的時候 你聽音樂的時候 你會令到自己的輕鬆感強了 你喜歡聽什麼歌 我喜歡 第二就是這樣的 看看什麼時間 如果那個時間 我是需要提升運動表現的時候 就是想快一點 快一點的話 我就會聽節奏命快一點 就是叫上升級的音樂 但如果你說 那天其實想輕鬆一點 還是做一些舒緩的 但又想動一下對腳 這樣去跑一下的話 我就會聽一些 好像我們中高強度的 不是體育運動 中高強度的音樂 讓自己的腳不要太懶惰 又可以動得到 這個就是你的觀察和你的實驗 和現在研究出來是完全很吻合 是 如果從研究角度 你可能聽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文化 我就喜歡聽廣東歌的 可能外國人 聽法國歌 法文 德國人也聽德文歌 研究那裡 就不是用什麼文的歌 就是研究旋律 還有那個節奏 你的鼻子 那些拍子 正正得出的現在綜合文獻的結論 就是如果你想輕快一點 你用一些船率比較快一點的 拍子比較強的 真是幫到你 這是很有趣的觀察來的 其實早在百多年前 但是一百多年前 在歐洲那邊有單車比賽 單車比賽 大會就提供那些軍樂團的演奏 其實每個紀律部隊都有那些暴操隊 對 接著攔著鼻子 發覺在一個觀察那裡 發覺原來單車比賽 有這些軍樂的伴奏 high beat的拍子 其實踩得很厲害 於是過去這一百年 就很多研究 就是看音樂、船率、拍子 跟我們運動的關係 你也很記得 菲比斯當年在贏很多金牌的時候 他不是戴著一個耳機的 對 他是聽節奏快的音樂的 對 令他的心情是興奮一些 現在都發現 如果你想要做一些爆炸的 譬如那天阿韻治 我要他練得很厲害的 PB的 對 你聽快點拍子的話 是有幫助 因為他主要在生理學 就刺激到你那個 交感神經是更加興奮 令你的心跳率會加快 血壓會上升 但又不是真的加到你成為超人會飛 但是在月韻兒的層面 可能幫你加大了3% 5% 已經差很遠了 對 個人來說的提升就好 另一方面 如果你慢的時候 你聽什麼 慢的時候 什麼時候會聽慢的呢 就是當心情有一點點低落 有些人說低落 應該聽到別的歌 不會 我聽你慢清 總愛你是幫別人解決心情的問題 你也有低落的時候嗎 沒錯 有時我是要跟他們同喜同悲 當他們可能有些失意的事說出來 或者有些跟我們分享的時候 可能家人患病 甚至乎過了身 這種你沒理由丟一首開心歌出來 沒錯… 但是我們不是希望他們聽下去的音樂 是令到他們會轉入悲傷的漩渦 當然是不想 而是希望聽完這首歌之後 從而帶動他內心的很不開心的東西出來 把這首歌的音樂的吊子和歌詞 轉入他的心裡 然後抽了一些不開心的東西 隨著這首歌停的時候 事情就停了 不止 有時我聽你的節目 你還引用一些歌詞 跟聽眾再進一步去拆解和舒緩 其實歌詞裡面一些東西 就解舒緩了我們的壓力 或者我們一些不開心的情緒 雷漢德博士 為何你聽節目聽得那麼流心 對 你真是萬千寵愛的好聽眾 老實說 我也覺得音樂對於每個人來說 無論你其實做不做運動也好 都是有一個調劑情緒的作用 沒錯… 當如果你晚上想睡覺的時候 就千萬不要在臨訓時 嘔吐一下 因為像你所說的 你研究真真正正的顯示 令到你整件事 那個情緒是未能夠平復的 是啊 那你正正如果要休息 睡覺的時候要平復 你就不要做這件事了 為什麼呢 現在我在教育大學工作 我們有幾位年輕的學者 他都是在這方面開始就拿一些研究 就計劃做一些研究 看看我們的腦中青山的組群 我們在運動和音樂這兩方面 怎可以是幫到進一步的推廣 我自己定期都是做運動 我在健身室裡面 然後我就喜歡做那個叫做 那些年就叫做太空慢步機 我知道 現在其實那個學名 扶手拿著的 叫做橢圓運轉機 OK 因為那個東西 那個輪子是一個橢圓形 那隻手就動來動去 然後隻腳就搭一搭下 那我就很喜歡聽這首歌的 那我的老人家 我喜歡聽老病歌 那我聽著老病歌的時候 金曲… 金曲… 謝謝你這個形容詞 那真是令我忘記了 原來已經去到40分鐘了 原來去到50分鐘了 一個小時的目標又到了 起碼在我的角度來講 可以幫我延緩了我的運動的時間 而且因為你知道 今天回到你的時候會說這件事 團隊也告訴我 也看到另一個研究裡面 也提到 剛才好像你說踩單車的那樣 那些激昂的音樂 令他們踩快了 事實更好 另外剛才你說到 譬如時間或者延長性 其實音樂也有助 加強了 而我很想知道,梁博士 這個心理上的因素 大家也知道了 生理上 其實某程度上 我們經常做完運動 就有那些雨孫 令得很冤枯 其實我覺得 音樂也是一個很調劑的良藥 令到那件事沒有那麼冤枯 大家做完運動 我們做一些伸展運動 那時候如果是聽一些 你喜歡的一些抒情的音樂 你這個人是靜下來的 你的情緒舒緩了 而情緒舒緩了 是令到我們身體的恢復 是可以加快了 現在這些研究已經很清晰了 很多時候大家可能做完運動 都會去做按摩 不是說按摩 是幫你按完之後 你的肌肉馬上出來 努力 不是這樣 因為按摩了之後 這個環境你要舒適 令到你的心情放鬆了 所以心理的因素 比在恢復期間特別重要 所以現在很好的 有很多不同的一些 當然有些是付費的 有些可能免費試用的音樂平台 都給大家可以將你心目中 喜愛不同的列表歌曲放進去 例如你說 今天想提升表現 陪著你做運動的歌曲 你可以做一個列表 那你將那些歌曲放進去 另一個可能只是 我們叫做舒緩的 拉筋的那些音樂 又放進去其中一個項目裡面 你按下去 你就不用一手在這裡按 慢慢地在播放的時候 你又可以隨著音樂 我們叫隨著音樂偏偏起舞 沒錯 還有我們香港電台 有很多音樂節目 當然 晚上我真的喜歡聽聽歐瑞強 還有音樂情人 還有我們古典音樂都有 所以真的只需要你 按開手機 或者按開收音機 聽聽我們不同的音樂 其實除了運動之外 或者生活上 譬如你在煮菜的時候 有些音樂可以舒緩一下 你的情緒舒緩了 又可以賺到我們的健康回來 還有有時如果想煮好的美食的時候 我們說聽甜酸苦辣多點的歌 然後聽到甜味的時候 不如再加兩匙糖 少一點的糖 對身材不是太好 還有如果你覺得味道差一點的時候 不如再把辣椒放進去 不過我知道雷博士聽的音樂層面 歌曲涉獵的範疇都很多 就是他什麼歌都喜歡聽 但是好像這麼久沒聽過雷博士唱歌 因為我不能唱 好了…不要說了 我們要在時候 和大家一起去做運動 你看他多壞, 截著我 對, 我們要做新片 你好, 歡迎來到全民運動3.3 我是滴滴姐姐 今集繼續由體式能教練馬嘉恒 巴馬哥哥 還有我們小妹妹 又有陪我們一起玩遊戲 巴馬哥哥說今集我們有換了一個新的道具 是的, 這次準備了兩支充氣的棒 如果家裡沒有棒的小朋友或家長 我們可以用一些長條形的物件來代替 也可以的 我們第一個遊戲會訓練到小朋友 訓練到柔柔的反應力和它的速度 是的, 怎樣做呢 第一個動作我和滴滴姐姐和柔柔 就會有一點距離 柔柔就站在中間 我和滴滴姐姐就一個左邊一個右邊 我們拿了一支棒之後 待會柔柔就要聽哥哥或姐姐說什麼顏色 譬如我說紅色 那你就要快點跑過來紅色 拍一下, 好像按鈴鐺 回到中間 我沒說 還沒說, 講你才可以過去 回到中間, 每次拍完就要回到中間 好嗎? 看看這次是什麼顏色, 準備了 紅色 紅色 好, 回到中間 紅色 也是紅色 再來, 回到中間 黃色 黃色 好, 回到中間 準備, 試試試我叫 黃色 紅色 紅色 黃色 紅色 紅色, 姐姐說什麼紅色 對, 回到中間 這個動作 因為我們有很多變方向的動作 其實裡面鍛鍊到小朋友的敏捷性 還有剛才接收指令 他會有些反應力的訓練 這次柔柔都會站在中間 小朋友站在中間 我們哥哥、姐姐就左右兩邊 這次我們把棒放在前一點 中間大家會看到 其實有一個洞 就好像生洞一樣 這次不需要拍個棒 當哥哥或姐姐說顏色之後 你就跑進山洞裡, 轉彎, 回去 好嗎?每次跑完就回到中間 好, 準備了 去, 黃色 紅色 好, 紅色 好, 準備… 到位, 紅色 對, 回到中間 黃色 黃色 黃色, 對 先回到中間 再來, 預備, 紅色 黃色 很快, 不停了, 紅色 好, 又回到中間 接著什麼, 不知道 紅色 紅色 黃色 好厲害, 很厲害 回到中間, 又累嗎? 又累嗎? 有沒有一點點喘氣? 有沒有一點點傻氣? 這樣 沒有, 是不是 可以再接受我的難度挑戰 是嗎? 剛剛第二關的動作 其實除了有反應之外 聽完之後 其實跑動多了 對她的心肺耐力也有幫助 不過在家裡玩的小朋友 就要注意空間 不要碰到周圍的東西 找適當的空間 第三關怎麼做呢? 一樣的柔柔都站在中間 哥哥和姐姐左右兩邊 然後我們拿著棒之後 我們還是會告訴你 你要去什麼顏色 譬如我說紅色 我們這次原來會放手 你就要馬上跑過來 抓著棒, 別讓它掉了, 行嗎? 接完就給我 回到中間 好, 準備 紅色 好, 給我先 回到中間 好, 聽聽 黃色 掉了 再來了… 準備了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黃色 好 紅色 好, 紅色 好, 給我先 回到中間 紅色 好, 很厲害 你又有摺到很多次 好, 再來 好, 站遠一點 對,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遠一點也可以 準備了, 這次是… 黃色 差一點, 最後一次 你又回到中間 準備好了嗎? 來吧, 預備 藍色 有藍色 沒有藍色 沒有藍色, 是不是? 我弄你而已 再來, 最後一次, 準備 紅色 好, 很厲害 你也能摺到 反應要快一點 速度要快一點 還有, 起跑的時候 需求大了 其實會鍛鍊小朋友的爆發力 其實這個遊戲 可以鍛鍊到很多 不同的體適能的元素 我知道小朋友都做得很好 不如我加一些挑戰給你們, 好嗎? 或者加一些挑戰給家裡的聽眾、觀眾 這個動作怎麼做呢? 可以小朋友做 或者親子一起做都可以 我先教了一個小朋友棒 小朋友就夾著這支棒 打開兩隻手 對, 待會 就好像有雙腳跳 好像馬仔一樣 跳到洛洛姐姐那裡 跟洛洛姐姐拍一下手 是 然後跳回來我那裡 是 拚走了, 我知道 對了, 就是這樣, 行嗎? 準備了, 幫我夾緊它 試一次正式來的 準備了, 我們過去拍拍姐姐的手 跳…拍一下, 高一點 好, 然後跳回來 對了, 非常好 好, 這個剛才我說過 除了有小朋友棒之外 還有親子棒 我們試一次 家長和小朋友 一前一後夾著 對了, 打開雙手 我們一起跳到洛洛姐姐那裡 跳… 你跳快一點… 我跳快一點 好, 跳得好好拍一下 就完成了 這個動作 因為有跳的元素 可以鍛鍊小朋友 腳下肢的肌耐力 這集謝謝巴馬哥哥和柔柔 陪我們玩了這麼有趣的遊戲 我們下集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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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接近飛機嗎 你不知道 有些事情 還是接著青蛙 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接什麼 對於摺子這方面 我覺得從小到大 無論是摺青蛙、摺飛機 全部摺完出來 沒有人會覺得我正在摺那樣 是 很難得 今天我覺得要向這兩位 小朋友 嘉賓朋友請教一下 今天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有元朗商會小學的學生 鄧顯樂和黃許盈 你好 許盈黎 歡迎盈盈和樂樂 歡迎 我們這個朝興新運動 這個環節 如果在電視機旁邊 看到盈盈和樂樂 拿著一架紙的摺飛機 你可以遞高的飛機給我們的觀眾 這些很疑時回憶 紙飛機這樣 想跟老師說話很悶 我們就在這裡摺飛機 原來現在是朝興新運動 對, 我想先問問樂樂 樂樂, 你摺飛機是否真的 在學校因為有些紙多了 又好像扔了一架 就拿一架紙來摺? 有時候可能會 是嗎? 那你呢? 老師派了課金 可能還有一些症 我可能會拿來摺飛機 不要浪費他 不如把飛機變成出來 對, 瑩瑩呢? 我就會利用一些 在學校 即是同學用完那些 計完數那些 計完數那些紙 我們用來摺飛機 為何請到兩位 瑩瑩樂樂來到 元朗商會小學 兩位小學生 我們在電視機旁邊 就看到他們很多獎盃 是, 稍後未到來 竟然那些獎盃 還有一些有聲聲的 對, 全部都是紙飛機比賽 贏回來的 對, 但首先不如這樣 教一下我們的觀眾聽眾朋友 還有韻兒姐姐 雷博士 怎樣去接 雷博士, 你記不記得怎樣接? 其實我記得 你很厲害 我覺得男生對這方面好像厲害 不如讓我先問問他們 你參加比賽的紙是否有限制? 有一點就有, 有一點就沒有 就是我們傳統 我們現在在一般做工課 我們這些叫A4紙 是 是嗎? 你手上有兩架接飛機 不如可否教韻兒姐姐 很簡單地接一次給我們看 首先, 如果我現在這張A4紙 即是長方形的紙 我們應該怎樣? 是否要撕到它變成正方形 才可以開始我們這個 玩接飛機的… 接飛機工具的第一步? 好, 我也要煮在這裡 我早就以為要摺繩子 首先是怎樣? 怎樣摺? 首先要… 這裡摺一個三角形 摺一個三角形 對著邊緣 對, 角一定要摺得準 對, 一定要… 要準, 歪一點也不行 現在這些… 歪一點就可能不會飛得太好 對, 因為這些是物理學的原理 一定要做得好 對, 然後摺出來就好了 對, 我們摺了半邊斜三角 對, 還有一道凸出來 這個是不是要把它… 接著第二步是怎樣? 第二步就是要把後面這個位置 這樣摺上去 這樣摺過來? 這樣摺過來? 平時我們摺成正方形 我們小時候不是摺這款的 你要記住, 我, 韻兒姐姐 是先進組的朋友 對, 讓你們長一點 對, 讓你們長一點 比你們長一點 現在讀中學而已 要慢一點才行 好了 我跟不上 我們摺下來, 變成這樣 然後摺開它 對 你等等, 我還沒跟得到 這邊…這邊摺下來, 沒錯 知道, 好的 謝謝你伸出 現在到這邊了 然後… 好, 這裡再摺一半 對, 這裡再摺一半 對, 這裡再摺一半 對著那條線 聽到聲音機的朋友 是比較難觸摸的 但希望大家可以看回廣場 不過可以在網上看回廣場 對, 那你就知道要怎樣摺 對, 那就摺了半邊翼 然後打開水 然後再打開它 再打開它 然後在中間的線再摺一次 再摺一半 再摺一半 那把飛機… 令到翼長一點 不, 令到飛機最後摺出來 會瘦一點 就會用…氣流會… 讓它… 風阻力低一點 就是阻力小一點 好 好像車子一樣, 風阻力低一點 好, 2.21 那現在怎樣呢 是否要用手指甲刮下去 讓它的邊緣更暗 不過很熟悉, 韻兒你 對 對 現在我們摺一半邊翼 剩下邊翼, 怎麼摺呢 然後我們就像捲蛋一樣 繼續捲 捲蛋一樣 這樣捲… 每一次…做完一次步驟 要壓一次 壓一次, 要壓緊那邊 再掃… 再掃… 他們很快手 對 接著步驟做 對, 因為習慣熟悉 為什麼我把紙摺到這麼臭 我知道, 我剛才用 我們對上一部分的紙料 尋用紙 對, 接著怎樣 接著… 好, 繼續這樣摺, 摺到盡頭 好 我摺到盡頭 已經去到盡頭了 又不能翻頭 不是, 摺到… 不, 繼續摺… 摺到它沒有為止 摺到它沒有嗎? 要不停地瘦嗎? 對 瘦到它… 你待會看看韻兒姐姐 這個是不是這樣摺得對 我覺得我自己夠瘦 好 是不是可以再瘦一點 一直摺… 摺到最後 摺到最後 摺到最後, 摺到它 就像你現在的那一隻 很厚 對 很厚 就是煮菜節目 就我們煮菜 好像方泰那些 有餘時間應該是 我們碟菜已經蒸了25分鐘 拿出來 就是摺成了, 恭喜 這樣 好了, 摺成了飛機 看似很簡單 但剛才 如果對齊的線 如果不對齊 差一點 它都會很影響到飛行 是 可能就飛不准 那你們… 那有沒有說 你摺到兩邊對稱的程度 要有多對稱呢? 就是左右兩邊要很對稱 對, 只有兩邊… 它那個位置就對稱就可以了 用紙上的那條痕 因為如果你摺到兩邊不對稱 就大小 對 飛機會轉彎 轉彎 就是拿不到最遠的直線距離 是 是, 可能我喜歡摺一隻轉彎 那就要… 那也是 變大一點, 變小一點 我喜歡全部擲彎 擲彎的話 可以嗎? 有第二款 有第二款嗎? 是, 第二款 原理是在哪裡呢? 你說, 沒關係, 你說 對, 試試 就是… 它那個飛機上面 那裡有兩個位置 要這樣翹起來 就是在尾翼那裡 是 對 那可否… 翹起來一點, 飛機就會轉彎 這個完全是物理學的理論 李博士, 你將現在… 原本是… 這艘飛機不是你接的嗎? 對, 不是 瑩瑩… 瑩瑩, 你可否用你原本 帶上來這艘飛機告訴我們 剛才你說想轉彎 是不是就是剛才李博士說的 指著的飛機的尾 我們不是用這艘飛機 我們要再接的 另一艘飛機 對, 再用另一艘飛機 那個飛機翼會不會闊一點? 是, 那艘飛機翼會闊一點 是, 那艘飛機翼會闊很多 闊很多 是, 因為如果你想轉彎 你停留在空中久一點 你那個升力 就是承托的飛機 那個面積要大一點 所以我們轉彎 但是你現在這艘飛機 這麼幼就有點像火箭 是 這個飛機用來比賽就是… 是鬥遠的 鬥遠的 那你們平時一般訓練來說 怎樣去練習鬥遠? 我們就是去禮堂那裡 或者去操場那裡練習 一起鬥看看有誰飛得遠一點 那你們還出去外面比賽 那個比賽規則 我們好像運動會那樣 我們比如說摘鐵餅 是不是? 那有規矩 你有一個在圓圈裡進去 然後有個範圍 然後有可能小小的坐跑 或者摘標槍也是 那如果摘紙飛機的比賽 這個有沒有一個限制? 就是你飛 就是你要準備那個手勢的時候 準備要扔出去 你扔出去那一刻 記得不要踩隔 如果踩隔 有條隔 有沒有後面有個長驅 讓你坐跑 跑…然後摘? 有些有… 有些有的 有的 而你的上臂、揮臂的動作 鍛鍊也要做運動 增強你上臂的能力 是嗎? 對,有時候要練一下角度 我想問一下樂仔 如果在玩的時候 或者比賽的時候 剛才不是說 不可以踩到那條線 是不可以踩到 還是不可以過界? 那條線有時候也有些粗度 是不是完全碰到那條線? 就是有些比賽是不可以超過 也有些比賽是不可以踩到的 通常就是不可以踩到 如果踩到的話 是有機會… 就是犯規 是犯規的 就是我們跳舞的比賽 踩不到就最安全 對 但是有時候你… 但是要練習 你踩不到就虧了一點距離 一點距離就差很遠 對 如果你不太多 那就不會太虧了 但是我們當然要贏一點 對 你參加了紙飛機的訓練和比賽 有多久? 有兩年了 兩年了? 有什麼得著? 我覺得那些導師教我們的原理 如果我們不明白 他們也會詳細解釋一下 讓我們明白一點 我就會比較容易明白 作為小學生 我都要聽她學到什麼原理 你有點像這個小飛機師 是不是? 有什麼原理可以告訴我們 在接飛機裡面 是有些知識的增長 許瑩先說 我們的飛機… 飛機後面… 如果真正的飛機 飛機上面這裡有對翼 對翼的下面就有一個引擎 是… 我們的飛機要前進 前進的話 風也會這樣衝過來 有一個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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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有一個阻力 但如果你的阻力在這裡撞… 那它會退後 是 那你現在… 如果你的機翼上面有一個引擎 你的引擎就有一個推力 對… 推力就可以令它向前 沒錯,但你現在的紙飛機 我們沒有裝過引擎上去 就要靠你的手扎出去 給一個外來的推力給它 對… 所以為什麼那個頭那麼尖呢? 那個頭那麼尖呢 就是令它的風… 可以破風了 可以… 封了… 封了就可以減低 對… 就不會… 有些風就這樣吹它 那就… 那就… 不會飛得那麼近 這個原理呢 大家有沒有搭過那些子彈火車 高鐵呢 那個車頭第一卡呢 都是好像飛機頭那樣的形狀 都是這個破風 那外國呢 有些高速公路呢 那些大的貨櫃車呢 那個車頭呢 我都看到是… 好像有個這樣… 有個圓頭… 這樣是破風 這個正正呢 就是可以減低風座 是的 那問回駱仔 你呢 你自己在學摺子飛機和玩的過程裡 你覺得最開心或者最難是甚麼 如果是最開心的應該是上次比賽 因為上次比賽 我在港獨標準獎中獲得冠軍 那次我預備了很多 在比賽之前 那個什麼比賽 可不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第四屆學戒子飛機競技比賽 全香港的了 是的 有多少… 第一次 很好看 在三屆學界 那次的成績是怎樣 那一次的成績 我在港獨標準獲得冠軍 最準 那我們也要解釋一下給我們的觀眾聽眾 指釘子飛機 我們小時候接完之後 我們真的很頑皮 有時候跳上街 打聲練一下 你們千萬不要學 現在有鬥準比賽 有鬥遠比賽 還有鬥內比賽 對嗎 對嗎 你參加的 樂仔 就參加那個鬥準 那個距離 是有多少的距離 怎麼為之準呢 準就是 在地板那裡 墊幾個膠紙 然後 連著一起 然後那些洞在那裡 有多少道門 如果一道門 對 如果用運動場 譬如排球場 很難想像到排球場 冰燈波桌 一張波桌 差不多冰燈波桌 中間這個位置 然後你就要去丟 那距離都要… 我想起 樂仔設計的飛機 也要有些技巧 我就是想知道 如果你的飛機 譬如像瑩瑩 你的飛機 這些是鬥遠的 對 你鬥準 你的飛機就不能鬥遠的 是嗎 是 你的飛機的設計 那一架飛機又是怎樣 跟我們形容一下 其實這架飛機 跟這架飛機一樣 跟也是一樣 一樣的 因為你可以用少一點的力 去調整 用少一點的力 就像瑩瑩剛才那樣 我們的引擎 開小一點馬力 那就小一點力 那就要練習很多次 是 要練習很多次 那個角度 這樣寫出去的角度 也要練習 我想問一下 那個比賽的規則 除了剛才你說的 夠準 就是要降落去特定的位置 是每一次要飛多少次 是計…可能飛三次 最近那一次 是誰最近就為之贏 還是怎樣去計算 要飛多少次 每個人 每個參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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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飛三次 他應該是… 他應該是… 你飛三次 你這三次加起來 看看你有多遠 應該是這樣 這樣計算 每一次都有工作人員 就幫你量度距離 對 那個遠 遠就是這樣計算 計算你多遠 加起來最遠的就是冠軍 剛才譬如 阿樂仔 你最準的那個 最準的那個 是否也是飛三次 那兩個都是飛三次 計算你最… 扔得最近 最終目標 那邊 好, 即是可能如果三次 總會有一些時候 就是肉眼看下去 和找一把尺量度 大家都叮叮碼頭 可能很接近 那豈不是有同分 會不會有同分的時候 就要現場再大家 再飛三次這樣 樂仔, 有沒有試過這個情況 其實這個情況沒有試過 因為…這個是差別 因為機會率很小 機會率很小 讓人出來誰是…可能較近的位置 是 不需要再重飛了 那阿瑩瑩你又參加了什麼項目 我參加了…參加一個鬥內的項目 鬥內即是飛機在空中裡面 停留得久 停留得久 那你的時間是多少 你個人的紀錄 三秒多一點 三秒多可以停到 是的 那那個技巧就是 你剛才開始的時候提到 那隻翼要大一點 是 令到那個飛機浮在空中 那個能力就長一點 是 那有些什麼的技巧呢 就是… 你要把飛機稍微這樣 向上一點 向上 你可以令到飛機在上面 那麼你… 在上面停留得久一點 那麼你慢慢轉回來 就會變得久一點 嗯… 其實我們大家… 生活上穩餘了 其實我們大家從那個飛機 飛機起飛的時候呢 那個機頭就一定向上 嗯… 其實沿途飛的時候呢 我們的飛機不是水平的 都有少少為輕微 有一個甲角才可以飛動 超上一點 對 直升機都一樣 原來所有飛機 因為你沒有一個甲角 你就不能夠… 有一個浮力 有一個聲力 給飛機一直這樣前進 那你… 你喜歡玩這個鬥內比賽 還是鬥準比賽好玩的 我喜歡鬥內的比賽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鬥內的比賽 會是…可以… 即是容易一點 得到那些獎… 可能你覺得自己容易掌握一點 你看到它停留一點 我想用一些方法 令它停留一點 你做到這樣 那個滿足感可能大一點 但是呢 如果參加不同的項目呢 說明是紙飛機 紙有不同的顏色 一、二是白紙 但是可以畫不同的公仔 我不知道 其實可不可以用顏色紙 對,比賽行不行 又或者是畫公仔 行不行 原影 我們有一次… 我們之前… 之前有一個比賽 就要我們是… 要用它們供應的紙 即是大會提供的紙張 對,一定要用大會提供的紙張 這樣就公平 如果比賽來說 對,他們那些就是顏色紙 即是你要即時接的 對 但是我們就不知道 如果通常的比賽 可不可以用顏色紙 因為我們從來都沒有用過 因為通常玩比賽 是不是為了公平起見 所以大家都是用大會提供的 給你們的 我猜也應該是 對 如果不是我… 我真是有金主之詞 我做一些超級炭籤偷輕的紙 飛得遠一點 不知道是開玩笑這樣說 所以公平性也是在 而且我覺得最重要 如果玩摺紙飛機的時候 讓小朋友學到那個思考 沒錯,思考和科技的教育 對,科技的教育 很重要 我相信兩位同學 待會會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對,他們還有很多獎盃 拿回來 待會跟我們分享 對,待會繼續有 圓董商會小學的兩位學生 還有鄧顯樂 還有黃海瑩跟我們說說 這個紙飛機 說真的,你們看,不好意思 我這架是否屬於紙飛機 還是紙線 撥涼,不知道會否更好 待會再請教兩位同學 待會回來再談 我們這個休息時間 根本完全沒有休息過 除了阿韻賢和雷洪德博士 沒有休息之外 更加被我們捉住的 就是今天兩位嘉賓 他們也是不能休息的 不停在這裡埋頭虎幹 飛飛飛 是小嘉賓、小朋友 是的 這兩位小嘉賓、小朋友 是來自元朗商會小學的學生 有六年級 是否讀六年級 是,六年級的鄧顯樂 還有讀五年級的黃海瑩 哈囉 瑩瑩和樂 他們玩的比賽就是 紙飛機 鬥遠、鬥準、鬥內的比賽 這個真的是朝興新運動 其實我們小時候玩了之後 現在再繼續流行 還有因為現在我們的教育很強調 STEM 就是我們科技、數學、工程 這些融合在教育上 而紙飛機 這個絕對是一個很好的教學工具 對,而且我知道 他們在過程裡 都學了很多理論 而且可以實踐 你們學校原來十年前 已經帶大家衝上雲宵 對嗎? 課程的名字 阿樂樂是否叫做衝上雲宵 對 說說課程的內容 給我們多聽聽 課程內容有很多 例如可以設計 一些水上飛機、木飛機和紙飛機 我們還可以有些生涯區 叫機師去空中服務員 來我們的學校 我們也可以問他們的問題 即是張志琳和吳振宇 那些 不是說笑 但是在過程中 剛才你說 看到一些 真的在現在天空上 飛行的朋友 即機師 來跟你們分享 是否… 聽到你們晶晶樂讀 還有聽他們說 在駕駛飛機的過程裡 都有很多有趣的事 有否記得跟我們說說 對,盈盈 就是機師和空姐 都會來教我們 看看飛機怎樣駕駛 怎樣控制它的角度 而且在空中會發生的事 有沒有一個無意的 駕駛飛機的態度 有很多個按鈕 是的 其實現在民航機也有兩款 一個就好像我們有個鈕 另一個就像打遊戲機那種 有你那種鈕 那種鈕 你喜歡哪一種多點 瑩瑩 就是鈕盤 鈕盤多點,感覺好一點 駱仔呢 如果讓你選擇 你喜歡鈕盤那些 還是鈕盤駕 我真的喜歡鈕盤駕 因為那個感覺好像好一點 還有今次有兩位小朋友 拿了很多獎杯 來到我們直播室 可否跟我們介紹一下 拿獎杯 歐文儀姐姐 你看有沒有見過 紙飛機邀請賽冠軍 這個獎杯是何時的 這個獎杯是今年的 今年的 是什麼比賽 瑩瑩參加什麼比賽 拿到這個獎 是我們… 穿呼拉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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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比賽是有呼拉圈 吊在這裡 是 不是,就是有幾張桌 然後上高放著呼拉圈 對,然後我們的飛機這樣 穿過去 穿得最多的就贏了 有多少個呼拉圈 擺設在這裡 代你們把飛機穿過去 大概八個 那每一個距離是多少 每一個呼拉圈和呼拉圈之間的距離 大概是多少 大概… 一米左右 一米左右 你們穿了… 也要很準成 真的要練習 幾多個紀錄是你獲得冠軍的 好像是八個還是九個 不是,全都穿了 我們好像是整個團隊一起… 我們是團隊式去拿的 這個是對製項目的 穩儀 這個有個星星,你看看 超級巨星? 夢飛翔,紫飛機大賽冠軍 這個獎,冠軍是誰的? 這個冠軍是我們… 師兄師姐的 對,師兄師姐拿的獎 是 在元朗大會堂飛 但是剛才聽導師說 因為有時候場地所限 可能場地我當是十米 但是飛機其實因為去到最遠 就是被牆壯撞下的時候 其實那個已經是最遠的位置 但是其實飛機可以飛得更遠 是不是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是,這個獎就是… 我們的師兄師姐 就是丟到盡頭 然後還要破大會紀錄 是,其實應該是穿了牆 但是由於… 是的,紫飛機 不要以為… 剛才我們說笑 怎樣可以穿牆 他的力度當然不能穿到石屎牆 但是我知道很厲害 樂仔 你是不是試過有一次 玩飛機的時候 我想你應該摺得很緊 那個尖 是真的可以插進發泡膠那裡? 是的 那次是怎樣?過來聽 那一次是… 我在韓天科結室那裡隨便地扔 然後我看到一個指板 我沒有想著目標去扔它 然後打算去扔其他位置 然後一不小心就插進去 是,真的插進去嗎? 對,沒有跌倒 然後好像插了兩、三個洞 很小心 有些像扔飛鏢的感覺 是,當然它不會有利器的殺傷性 但只不過因為發泡膠也是軟的 它飛的時候就會這樣插進去 但是這樣,不如這樣 現在我們就不要多說 大家可能感受一下 紙飛機的力量有多強 我們這個時候 請我們兩位小小摺子的小飛機師 就試一試究竟… 示範一下 對,怎樣去操控或者玩這個紙飛機 緊張嗎?兩位小飛機師 好,小朋友,請你起床先 好,請鄧顯露和黃許瑩起床 阿瑩,你現在手上的那艘飛機 是不是跟駱駱那艘一樣是… 對 是鬥軟的 是 軟的 你做一次,待會你示範給我看 動作 上身,我剛才見你練習的時候 要轉腰,又要拉臂 又要出力去加速 然後還要瞄準 好,我們如果在電視機旁邊的朋友 要靠收音機旁邊,要靠韻儀 你把靚聲音幫我們形容一下動作 好了,首先兩位小小機師 就已經準備就緒了 在我們右前方的位置那裡 記住我們沒有東西可以丟得爛 應該刮得爛的 向著那邊,我放了手袋在那裡 直接把你們的飛機飛到我手袋那邊 我覺得挺不錯的 好,我們預備 我們準備了 1、2、3 好 大家聽不聽到聲音嗎 原來…我的手袋是沒有穿到的 不過很快地已經停泊在那邊 我想在玩的過程當中 剛才學到很多的… 我馬上觀察到一件事 剛才我看著樂仔 樂仔做那個手臂的跟進動作 即我們叫做Follow Through的動作 是做得很直的 整個動作都去了 這個動作在我們… 射籃球也好,射球也好 射球也好 這個跟進的動作其實是要的 因為其實如果我們的手能夠 跟那個飛機那個物體 越跟蹤得久 越能夠引領它 一個準成的軌跡 是 而且那個指向都重要 我們這些扔呢 很容易隻手飄了 對 角度就會不對 不如問問兩位 剛才說了 這個沖上雲宵的計劃裡面 有很多不同的實踐理論也會有 還會帶你們去到很多不同的地方 添播是不是 不如… 當然師兄師姐也有去不同的地方 接下來都知道會去 即五月中會去紅本 然後見到有些又會去法國 對嗎 不如你又說說你們這艘摺子飛機 帶你們去過哪些地方 很有感受或者有點得著 瑩瑩 我去過深圳 去深圳參加了一個大灣區 飛機設計的比賽 紙飛機設計的比賽 是,紙飛機設計的比賽 那就是用… 那我就在這個鬥內的比賽之中 就拿到貴軍 好厲害 鬥內,你現在手頭上拿著一隻 是跟你差不多比賽的時候 鬥內的飛機,是嗎 是的 那韻兒,借你的飛機來 好 那我就借一下瑩瑩的飛機 兩邊,大家看著 鬥內的那隻 看到有什麼分別 很闊的 沒錯 飛機翼 那飛機翼是很大的,面積很大 因為要承托在空中較長 而鬥快的,就非常流線型 對 那瑩瑩,這隻飛機 我看到你還有… 旁邊是摺起了有隻小翼 這個有什麼功用呢 它這個就可以… 即是不要將… 即是可以令風在這個位置走 那就不要… 更加穩定 對 這隻小翼,你知道嗎 那隻真的民航機 那隻旁邊,就是很小的翼 那隻翼 現在新的設計 差不多一架飛機都有 可以幫我們節省大約 百分之五的燃料 那個是幫我們節省了油 所以飛機票便宜一點 可能是那隻翼 設計到 你的飛機也有 這隻小翼 原油負加費少了 就是因為這隻… 即是魚腹添翼 就是這個設計出來 魚肌添翼 剛才說到去深圳那一次 那你去到那個比賽當中的時候 你會不會見到 有其他一些朋友仔 參與的人士 他們所做的事 是你可以學習到的嗎 他接駕飛機 跟你們那些… 有沒有觀察 其實他們跟我們一樣的 他們邀請那個就是 是我們世界級… 好像世界級飛機 好像那個冠軍的哥哥 世界級嗎? 他是哪個地方人士? 香港 那麼厲害?我們香港 是 我沒記錯就好像是 然後他們那一架飛機 他就說… 即是我那一天… 我記得有, 那一天是鬥來的 那一天鬥來 他就教我們接那一架飛機 叫我們那些B沒有拍齊 對, 要留1mm 留1mm 對, 就可以令它更容易 飛好一點 或者令它沒那麼緊 那你試過用哥哥這個方法 你覺得是不是有不同的變化呢? 其實應該是好一點的 但形狀摺出來是一樣的 好, 原來有這麼多分別 即我們肉眼看不到 但功能上就有改善了 是 那我想問一下瑩瑩 你鬥來, 我們放出飛機出去之後 放飛機, 真的 你那個飛行的軌跡 應該是…應該好像打圓圈 騰騰騰的 停在空中比較久 還是要等它高一點 然後慢慢停飛 慢慢落會好一點呢? 在空中不斷轉 不斷轉… 即是等它空中停留的時間 就要長一點 是 轉著來看 如果你直接這樣下去 你的速度就會很快 那就是… 明白了 如果你用參加鬥內 你投擇, 摘放飛機出去的時候 就要出手的角度也會高一點 是嗎? 是 我想問一下, 僅有的時間 問一下, 諾諾 知道你因為幾次都合不到一些 可能去別處比賽 那些交流的經驗 因為有其他事情要做 那未來會不會都很期望 可以參與這些不同的賽事 去到其他地方? 其實我也很想去其他地方 去參加賽事 不過我也要留著時間去 因為有時候 有其他活動的比賽 是, 那就… 撞了就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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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去不了了 那不要緊了 其他師兄姊姊或者同學仔 去完交流的時候 我相信你們作為整個團隊的時候 一定回來就會開大會 對, 研究一下我這次去紅本 有什麼學到回來 就和你們一起聊聊 是 也很開心 希望透過這次這個訪問裡 接觸到兩位小飛機師 讓大家更了解這個潮興新運動 今天謝謝駱駱和盈瑩 謝謝你們繼續夢想飛行 加油 啟彈動靜, 何靜江 大家好 昨晚的德甲多蒙特 憑著曉武斯的一頭定光衫 多蒙特是以一比零 再度擊敗巴黎聖日耳門 兩個回合合計 就贏到二比零了 多蒙特就進入歐聯的決賽一份子了 巴黎聖日耳門這隊 頒費達到十億歐元的球隊 真是雷聲大就語點小 他也曾經七次打入歐聯四強 但沒有一次獲得冠軍 真是不知道怎麼辦 今晚就會產生另一支歐聯決賽的球隊 究竟是西甲的皇家馬德里 還是得甲的拜仁武尼克呢 兩隊在首回合就打成二比二平手 由於沒有作客入球計 所以大家來說都是沒有優勢的了 重新打過了 在今場的比賽裏面 表面上都是皇家馬德里 較為好些 但我總覺得拜仁武尼克呢 不是打得這麼交關的 最重要呢 今屆他們的前鋒 哈利卡利 他的狀態很飄乎 即是不知道他何時才好才是壞 拜仁武尼克在今屆呢 在聯賽錦標已經沒有了 今晚呢 看來要盡地一步了 雖然賽前被人看少些 但我總覺得拜仁也不太頑皮 所以今晚這場的比賽 打成平手會加時缺勝負 也不奇怪 至於美國NBA的籃球 東岸的四強大戰 今天主場的賽爾特仁 是120比95 大勝騎士 在七場四勝制的大比分比賽之下 賽爾特仁是領先大比分1比0 另外一場西岸的四強大戰 主場的雷霆 是以117比95 也都大勝獨行俠 雷霆在大比分呢 也都領先1比0 羅馬網球大師賽 我們中國好手 雙俊程 在資格賽第一圈 是以2比1的盤數 擊敗了意大利的馬斯特利 進入第二圈 至世界一高的祖高域 之前恩商已經休息了整個月這麼久 這項的賽事 他就復出打比賽了 在沙特大滿冠冰冰球錦標賽 經過四天的比賽之後 藍子丹打的16強已經產生了 我們中國的乒乓球好手 包括有黃楚音、范振東和林思棟 日本就是張本智和、調寵大登、告穿真情 韓國也有兩位 分別就是張宇珍和趙大成 在雲霜也產生了四強 中國的黃楚音和孫詠沙 就會對日本的張本智和、祖田欺拿 我們中國、香港不頑皮 我們的黃真廷、杜海琴都入到四強 對手就是法國的組合 在蒙特利爾舉行的2024硬地滾球世界盃 我們中國、香港的硬地滾球好手梁玉榮 在男子BC4勇奪金牌之外 他火拍張軟 在雲霜BC4也獲得金牌 另外女子劉慧欣在BC4個人賽 也獲得一面金牌 對,這次的比賽 我們中國、香港隊 總共獲得三金、兩銀、兩銅的佳職 甚至昨晚上演的本地超級足球聯賽 大埔以三比零擊敗港會 交給兩位 謝謝, 魯靜師傅 雷博士 你知不知道我一天以為自己眼花 為何看到片段是這樣 你的老花嗎 這個我們不需要在今集深究 遲一點, 我們在精這一點 再說一下老花的問題 好… 但是我看到有飛魚在中環的大廈飛 飛魚? 即是何師傅? 對, 你又這麼聰明 飛魚以為通常在水 這次飛魚上了中環的地標 不厲害, 一定有原因 因為有些投射上去 現在的廣告很厲害 就不再安裝什麼電視 那倒是嗎? 投射的時候整幢大廈差不多 大部分的面積都投射了整個廣告 當然網上平台裡面 都有很多一些廣告片可以看到 而整個廣告片裡面 何師傅當然是一個主角 說一下他怎樣以微小 成就他的遠大的夢想 其實都挺好看的 是啊, 我記得在內地走過 有些商場 現在是3D動畫 在那些大廈地標的建築物 整條龍伸出來 是啊, 有些怪獸又伸出來 變形金剛的朋友又會伸出來 這個賣點我覺得不錯 是啊, 而整個廣告裡面 都在說他每一個瞬間 即他每一刻下水 其實由小朋友的他 都會提供我們的香港人精神 他這個還有句口號 是啊, 沒錯 就是寫著 每一個動作都應該算數 正如游泳一樣 也跟我們做運動一樣 我們每跑一步 對身體都有一個益處 是啊, 每一下的呼吸 都是為自己的健康而做 為自己的目標和理想而進發 希望大家都跟我們同步呼吸 每一天, 起碼星期一至五 都要黏住我們 港台體壇123 拜拜 想重溫今集的 港台體壇123 立即登上港台網頁 最新的支持 北京 新的飛行 建論 公企業 我們說 最新的 老人 我們說